请问看部 如果先前受了五戒 但后来又不小心堕胎了 请问这样破戒后 还可以再受五戒吗 可以再受五戒 但是五戒的话 我们受戒并不是一定要受五条戒 五条戒里面 当然如果全部能受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 可以选择性的受 选择性的受也是可以的 就是刚才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受了戒以后 翻戒可不可以受 可以受 但是受之前 首先我们把这个忏悔 然后再去受 那忏悔的时候 我们最好就是念金刚撒朵 修金刚撒朵的四格怼直力 这个是忏悔的最最最好的方法 念金刚撒朵的心咒 年四十万遍 然后呢四十万遍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了 那比如说我们如果是 比如说我们每一天 用比如说加起 平时是可能不太可能 比如说在这个加起 公共加起这样子的时候 年的话 每天是用五六个小时这样年的话 大概就是七天 就可以念完 那如果是我们早晚的时间 或者坐车 走路 就是用这样子的时间 年的话 可能是需要稍微更长一点的时间 但是也可以完成的 念四十万遍 然后四十万遍念完了以后呢 再去受这个五节 就可以得这个节 谢谢大家